Hello 大家好 我是Zoo媽媽 今次跟大家分享關於買樓的資訊 因為我的影片長未開通 每條影片不能長過15分鐘 所以分了三條影片跟大家分享 辛苦大家了 多謝Zoo上次邀請我提到租樓 今次想看看在英國買樓應該怎樣 我通常會建議剛剛來的人 都會先租樓 感受一下自己喜歡住哪裏 然後再看清楚的情況才買樓 但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心急 因為現在BNO的Visa資料已經出來了 所以大家都很心急 會不會直接買 但不要租了 今次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基本的買樓資訊 我想問一下英國究竟有什麼物業種類呢? 英國的物業種類你可以分兩大部分 首先第一種就是House 即我們會說是別墅 在別墅裡面都會分有不同的種類 有一種叫detached house detached house就是獨棟的別墅 獨棟的意思是單獨自己一棟 旁邊沒有其他別墅連著它 叫detached house 第二種就是半獨棟的別墅 第二種就是半獨棟的別墅 半獨棟的意思是半獨棟的別墅 半獨棟的意思是 只有其中一面會貼著另一棟的別墅 就叫做半獨棟的別墅 第三種就是叫terrace house terrace house 叫做聯排別墅 其實這個就是很多英國倫敦都會出現的 聯排別墅的意思是 所有的屋子都會連在一起 兩邊的旁邊的牆身 其實都會貼著另一間別墅 當然也會再細分 會有end of terrace house 就是在這個聯排別墅 這排屋裡最後的一間 叫做end of terrace house 最後有一種就叫做bucket room bucket room 就是單層別墅 它就不會有二樓三樓 只是一個單層的平層 或者它在屋頂的斜頂 會做半層出來 可能做些storage 或者儲藏 或者可能做一些home office House 就是在很多不同的攤 或者不同的城市 一些郊區的地方 會見得比較多些 例如市中心 倫敦市中心 Manchester市中心 Berringham市中心 就會多一些 我們平時在香港住的公寓 公寓的話 其實他們有些會分 有新式的 新式的話就會有 電梯、大堂 可能也會有會所、設施 另外一種舊式的 可能只有幾層樓的 沒有電梯的 可能要走樓梯的 都有不同種類的公寓 我也知道有分關於產權的 我想問是怎樣分類的 產權的話 基本可以分兩大種 我估計都很多不同的人說過 一種叫freehold freehold就是永久產權 另一種就是listhold listhold就是租貸產權 freehold永久產權 通常你會看到會是house別墅 通常house的話 都是freehold永久產權的 這個意思就是 你除了擁有這個物業之外 土地也是擁有在你名下的 相對因為這家屋屬於你自己 也沒有任何人管理 所以就沒有地租 也沒有管理費 但是因為這個物業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自己要負責所有這個物業的外場 屋頂甚至是土地的維修 當然這個地是你擁有的 所以你也擁有這個權利 去改建這個房屋 改建的時候 根據情況 就需要去 入政府那裏 申請一個改建規劃許可 就是planning permission 另外第二種 剛才說的就是 listhold listhold租貸產權 一般性都會出現在公寓裡 如果是listhold的話 你只擁有這個物業的使用權 通常產權都會是 90、125、250、 或者999年不等 同時你也需要付地租 也要付管理費 就是產權人 就是freeholder 會負責維修公寓的公共設施 如果你需要改動到 公寓裡的間隔 你也要經過這個產權人 批准才可以改動 另外有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 如果產權少於80年 我們在英國就叫做短的list 短的list的話 就會影響到樓價 所以當你找樓的時候 就要注意 如果有些樓是特別便宜 會不會是 它的list 它的產權是特別短呢 這個都要注意的 如果我看中的樓盤 我想買樓 究竟有什麼事前的預備呢 如果是說到買樓前的準備 其實最重要就是 看看你自己買物業 那個預算是多少 我會分三部份去說 第一部份就是 關於你的 deposit 首期資金要怎麼準備 第二部份就是 簡單介紹一下 究竟這邊做 mortgage 貸款的額度是多少 第三樣就是 究竟還有什麼其他收費 有什麼其他雜費 你會準備的呢 首先說回這個 deposit Deposit的話就是 你的首期資金 這方面 這個資金 因為在英國 會有一個 AML的 check 就是anti-money laundry check 就叫做反洗黑錢審查 很多人都不喜歡這個 term 因為覺得一反洗黑錢 就會覺得 是否針對我什麼 其實不是的 純粹是一個 或者另一個 term 可以說是一個 資金來源的審查 這個資金來源的審查 我建議大家都可以先準備好 你們的資料 如果你的首期是用你的存款 就要準備好存款的 6個月的銀行張單 如果你是在香港 買賣物業得來的 這筆資金 就可以準備買賣物業文件 或者你在其他方法去得來 例如買賣股票 一些基金定期的存款 都可以準備好這些文件 另外如果是 比如是家人 一些資金的贈餘 可能就要 家人的資金背後的證明 或者你是 真是幸運 中六合彩的 那你也要 中六合彩的文件 資料 都要準備好 那麼 當然 以上的一些舉例 純粹是我經驗之談 如果你是 每一個人的情況 都會不同 所以 當你要準備這一部分的時候 最好就是 諮詢回來 代表你買賣的律師 問清楚 究竟要做這一筆文件的準備的時候 究竟需要什麼資料 也都建議大家坦白 和律師去說 你那個情況是怎樣 那麼他才可以指導你 究竟應該要準備什麼資料 如果不是 不停地一來一回 其實都是浪費著大家的時間 第二部分 就是講我們那個 Mortgage 就是貸款的壓度 那麼 貸款的壓度多少 其實都會影響到你 選擇物業的那個金額 那麼 首先第一部分 我就想說 還在香港 就是我們叫海外人士 那麼 海外人士可以怎樣 在英 買英國樓 又可以做到 在英國的貸款呢 那麼 說真的 真的 選擇是會比本地人少的 那麼 所以 我也會建議大家 如果有機會 真的可以 來了英國 找到公安定好 才去買樓 因為 那個時候選擇就會多些 亦都那個產品的 選擇也會多些 那麼 真的要在香港 去做這個貸款的時候 那麼可以 有HSBC 有東亞銀行 還有中銀 都可以做的 那麼 另外巴克里斯的 International Bank 都可以做 但是裡面那個要求 就真的完全跟在本地人是不同的 我都會建議大家 就去 去問這些 銀行 究竟它需要你那個 資金的要求是怎樣 你的收入要求是怎樣 因為始終你們是沒有 就是香港的朋友 如果在香港這個時候 去買英國樓的話 你們沒有一個 英國的信用度在這邊 那麼 所以相對 他們的條件會苛刻一點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是會問回清楚不同銀行 有什麼產品可以給你們 好了 如果說 你們考慮 都是 想了解一下 到時候來到英國 才去做了事 穩定了 才去找房子的話 我都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究竟 英國做貸款會是怎樣 如果已經在英國工作的人士 如果是瘦身的人士 就要準備三個月的量單 Pay slip 另外如果是自僱人士的話 最少要兩年的Test Return 即兩年的稅單 去證明你的收入 同時 如果已經是英國工作的朋友 其實可以選擇不同的英國銀行 不同英國的銀行 其實都有不同的產品 可以給大家選擇 簡單介紹一下 究竟那個貸款的額度有多少 一般性 其實貸款的額度是 計年生4-4.5倍的 這個額度 只不過是一個簡單的 介紹給大家 因為不同人的財政狀況不同 亦都會受到你的信貸 你有沒有其他欠債 或者你有些不同的分期付款 是否需要照顧小朋友 這些都會影響到你的貸款的壓度 我亦都會建議大家可以利用不同的銀行 他們會有一些 Mortgage Calculator 他會簡單計算每一年的年薪 大概最多可以借多少 那計算好這些之後 覺得OK了 其實在網上高 就可以申請一張 叫做AIP或DIP AIP的意思就是 Approval in Principle 或者是DIP Decision in Principle 就是貸款初步的批核書 有了這個批核書的話 找房子的時候 Agent 都會問你 你問了貸款沒有? 那你就會有一張信 就可以讓他看到 原來你是可以做到貸款的 那他才會願意跟你去看房子 剛才說的貸款的資料 其實都是一個很概括的資料 所以如果你需要更深入了解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去問銀行貸款的部門 或者你有貸款貸運 可以問貸款貸運 究竟需要什麼資料 或者借多少 或者有什麼產品 其實他們會更加全面 可以給你們一個解答 我亦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就是 Mortgage Calculator 以及怎樣去申請AIP 那我就拿匯豐來做例子 匯豐就入回現在螢幕上高的地址 入完之後 你可以在下面這個位置 就入回那個年薪 就是稅前的年薪 譬如你是三萬磅一年 五萬磅一年 十萬磅一年 就入回那個年薪 之後他就會立即在右邊 就出到告訴你 最多可借的金額 最多可借的金額 我試過好幾個計算機 其實這裡賣出來的 就是4.75倍 當然他就會賣出最大的數 給你看 他還沒計算你 還有沒有其他的消費 或者其他的Pension 即一些公退休金 他都會扣除 所以這個純粹是一個最大的數 看完之後 你覺得都OK 可以去拿著那個初步批約書 就可以去到這個 紅色的框框這個位 就是 get a decision impossible 就可以進去 輸入你的資料 輸入你的資料之後 他就立即 其實就可以給到那個批約書 有什麼問題在下面留言問我 下次預告 就是我們最後一集 主題就是倫敦好住處 如果我喜歡就可以追蹤我的IG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就記得按個訂閱鈕 按旁邊的鈕 就可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 下次再見大家 拜拜